大家好,欢迎收看美股ECTrade节目 最近最大的话题是中美贸易战 对于中美贸易战来说 老实说,我自己对港股也不是太乐观 所以上星期看Facebook已经在做淡仓 港股相信中线还有一跌 会不会突然有些反弹,不出奇 但你见到内地很多企业出现很大的问题 今天不集中讲港股 但港股已经走货,然后做淡仓 这是港股的看法 但美股的话,如果大家懂得选择,我不太担心 最主要原因当然,第一就是贸易战 对美国的打击没有对中国那么大 第二就是,有时候买美股市场的股票 其实很多美股的股票最厉害 就是最好的地方,为何吸引到它去买呢? 最主要原因就是很多股票 其实它可以做到分散,地域上的分散效果 如果我们看港股也好,内地股票也好 其实很大程度上,它都是做中国自己的一个市场生意 如果内地经济出现问题的话 对那个企业打击很大 而且它的业务想走,走不了 但如果你找美股的话,找什么股票呢? 找一些有国际性上面的垄断地位,垄断优势的股票 即是说什么呢? 那些股票如果它可以在不止一个国家 可能在美国本土之外 全世界可能有10个,20个,甚至100个以上国家 都有一定实力的时候 每个国家它在那个市场份额,入到上下的时候 有一些不可取代的优势,我们叫做垄断优势 有一部分垄断优势,如果很多国家有的话 这些公司比较容易可以避开政治问题 如果只是一个地方,譬如它只是做美国生意 可能某程度上影响到,但如果它做一百多二百国家生意 或者这样说,它做生意的时候,有时它买完材料 可以不在这个地方买,在第二个地方取代也可以的时候 变成一间公司的影响会更加小 美国有很多这类股票,如果你找一下就可以 但记住,记住,记住一件事 要看着有没有机会,未来这件事会引发大股灾 如果我们看过去那些很漂亮的股票 以金融海啸,很厉害,2008年那个大跌市 有些就是很漂亮的股票 它可以由顶位下跌40%至70% 即是有时我会说,你见到股票 可能我们节目说,很漂亮的股票可以买 但是可以中长市买,但你会看到 也说明明说中长市买股票可以跌四至七成 记住一件事,就算一只股票 无论它的基本因素多稳定 不代表股灾出现的时候,它不会跌 所以相反,股灾的时候,有句说话 它在复巢之下,无言论 如果整个穿巢下跌下来,什么蛋都难 最漂亮的股票都可以跌40%至70%的股价 但是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漂亮的股票和差的股票就是 差的股票一跌下来,闪光了 从此不能回到顶位 其实过去都是很多很多很多 一些香港股市的股票 一跌下来,不能回到顶位 真是真是可以处于历史新高的股票 其实香港很少 很多都是跌下来,不能回到顶位 但美股不同,美股很多股票都能回到顶位 就算是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很多最漂亮的股票 是跌下来跌到一坨 可能和顶位的股价跌六七成都好 大概三年左右 又可以创回历史新高 买这些股票的话 你真是中长线持有 北非特常说 你有时买股票 反而在股灾大跌市的时候买更好 但你真是要适选股票 而且你要有它的视野 它的视野是什么 它看一只股票是十年 如果我们看的股票 一看两三个月 甚至两三日的话 你不要跟那个方法去买 但你真是要知道 我始终长线投资 这些钱 我预计了投资 我可能可以放在这里 真是很长时间去买 如果这个股票很差 回到你 它的盈利前景没有变 最后股价都会上升 现在你见到美股好像有少少转弱 但其实不是我真的弱 留意着 没有机会 如果跌下来 可以多站稳 又上去的时候 又可以买股票 好了 今天想说什么 今天想说其中一只 我都觉得可以留意着 未来会买股票 这只叫麦当劳 麦当劳大家都知道 这只股票买什么 这只股票就是刚才我经常说 有没有股票在国际市场上 很多个国家有生意 还有很多地区国家 其实它的生意做得很大 即是不可被取代 占有一定席位 这些股票懂得做的话 懂得选择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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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很好做 但有一样东西想说 其实你看股票 很重要的事情 有时候买股票之前 最好最好可以做些什么 听一听这间公司的CEO 说些什么 或者看CEO说话 究竟这个CEO行不行 很多时候真的 如果你真是很留心 去听一听CEO说话 或者看一看CEO的质素 你会看到 很多时候股票 因为CEO坏 好也因为CEO好 有时候是一个坏CEO 换了好CEO 股价表现会截然不同 这个很重要 好了 麦当劳的股价 首先 首先 拉长一点 给大家看 这只股票 其实03年打后 去到12年的升势 都很OK 当时CEO叫Jim Skinner 很久了 大概12年退休 之后 换了一个新的CEO 叫Don Thomson Don Thomson 当时 他处理麦当劳的时候 最大的问题 经常被评计是 麦当劳说食物不健康 老实说 麦当劳食物不健康 最主要原因就是 一直都说那些食物 只不过就是 那几年很浅 人们特别特别注重健康 要健康饮食 均衡饮食 好了 Don Thomson 当劳做了什么 很大程度上 他开始推荐很多健康食物 但问题来了 其实麦当劳推荐健康食物 想做一个好的品牌 健康一点 原来对于整个revenue 没有什么帮助 当时虽然有健康食物推出 但你发觉 真的去麦当劳那班人 仍然去买一些 不是那么健康的食物 即是你出健康食物 没有人买的 其实麦当劳这麽多年 不是说没有健康食物给你选择 但当你做回生意 再商言商的时候 你发觉推荐完食物 都没有人买的 来到那些人都不是 去买健康食物 但反过来 就是那个年代 例如Dawn Thomson的时候 你会发觉 好像麦当劳很进退失据 他完全不知道 怎样可以做回收入增长的时候 你会看到股价 连续几年都升不到 之前升得好地地 他做CEO那时候升得不好 然后他很短很短时间 有些人说炒 有些人说他自己退失 总之很快就没有做 转了一个新的CEO 叫Steve Easterbook 一转了CEO之后 叫做头几个月 股价还横行了一段时间 你看到2015年底 麦当劳股价重新向上 有时候我们看图不够 如果你只是看图 你看不到中间的来龙去墨故事 你看不到 为何麦当劳一段时间做得一般 为何转身了呢 其实Steve Easterbook 这个人很厉害 厉害是什麽呢 其实他做事很实干的 你会听到有些CEO 你听他说话 你会看到他好像 他自己公司业务 他不是很支点的 说了些话很浮复的 说就说得很厉害 但真的做的时候 完全做不到的 只有些口号 有些口号很虚的CEO 大家要小心点 但相反到Steve 这个人是什麽呢 你会看到他真的很实干 他相信的东西 他觉得 带领麦当劳发展的东西 他真的做到的 其中一样 这几年麦当劳做得最好 是在运用科技上 去提升 他经常说 Custom Experience 就是你去到餐厅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 他麦当劳吃东西 挺开心的 挺享受的 他经常说 这种科技 可否令到 他点餐的时候 整个送餐速度快很多 会不会 曾经看过一些讨论 看过一些访问 有个Gitern 说他 摄到麦当劳 摄餐的时候 前面那个 好像不懂摄餐 又摄这样 又摄那样 最初买个汉堡包 买个薯条 买个饮品 你不如去买个套餐 他又不知套餐是什麽 搞了很久 搞了5分钟 10分钟 点不到餐 对于后面排队 买东西的 可能其他顾客来说 好像很慢 很难 排队很久 但是他就 直接回答一句 我们做了什麽 我们做的就是 我们可以现在 给你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点餐 我们看到 香港来说 有很多很多很多 一些叫做自助点餐机 不再有几个人手机 自己按 除了方便之外 其实他们做过研究数据 就是说 原来那些人自己 一个自助点餐机 点餐 不单止他留在 点餐的目录那里 看餐牌的时间长了 他对餐牌更多认识之后 原来点下点下发觉 在那一部自助点餐机 点餐 那些人是花多了钱 点多了东西 你在柜台点餐 原来没有点那么多 原来在自助点餐机 点多了东西 其实某程度上 他看到一些东西 就是说 我们推多些自助点餐机 这些东西 其实全世界都开始行 麦当劳的时候 麦当劳香港 越来越多点餐机 原来有这个原因 更加重要 他就说 其实麦当劳拿着什麽 拿着很多客户的数据 什麽数据 他们很可以看到 这些客户的成交数据 即是说 客户点餐用多少钱 买些什麽产品最多 另外就是客户的行为数据 他来到点餐 原来用不同方法点餐 或者接下来用Apps点餐 用不同方法给钱 不同的给钱方法 不同行为的时候 或者你做些什麽推介 原来 可以提高客户的点餐效率 提高客户每一单 可以收到的钱 最重要的是 麦当劳拿着 其实他开始 很分析得多 他自己的数据 越来越懂 利用科技的时候 其实你见到股价在路上 即是早几年就说 会不会 其实有些分析员都说 早几年的时候 麦当劳 整个叫做发展完了 现在的人越来越注重健康 之后 不会再吃他的食物 反而转了新的CEO 其实他没有再推说健康食物 即是没有再很特别说健康食物 原来他只要找到一个方法 他就说 继续做好客户服务 继续令到点餐更加快 继续维持一个相当之合理的价钱 令到食物又OK 送餐又快 令到大家享受 这样其实做回本分的时候 股价一路一路上 这里有两个东西 第一就是说 你见到原来CEO 经常走错路 他看的位置不同的时候 你见到股价会真的停滞不迟 但当你换了一个新CEO 他真的聪明的时候 往往就是 可能看到原本公司 有什么问题 他正在面对的时候 他懂得作出改变 其实会对公司的股价 会影响得很远 麦当劳的股票既然继续破顶 你继续看好都可以 尤其是有一样东西 就是当一间公司去到的规模 他可以给他什么呢 尝试很多不同的东西 其实现在 麦当劳的师傅都说明 他都尝试很多东西 看着数据 有些东西尝试得好的话 慢慢 越推越多 推多去全世界不同的分点都可以 当你有一样东西做得好 改善了的时候 你推去全世界分点 变成了一个小小的转变 你就可以令到一推到全世界的时候 真的成功了 令到他收入会继续增长动力 增长动力很大 但有些东西可能很小规模 试试得不成功的时候 那便不试 其实对他来说 伤害不大 但最重要的是 懂不懂用大数据 现在真的 越来越多公司 开始注重数据分析 大数据分析 但首要条件就是 你要做到这件事 最好就是 你的公司本身 已经有一定数量的客户 你才能做得到 麦当劳其中一家人 做得挺好的 中长四号看好的 当然 如果你说短期 中美贸易战继续打得越来越来 虽然不直接影响麦当劳 但影响股市 有机会股价都会向下 但如果这只股票的股价向下 然后让他看到 做到支潮的低位 其实绝对是其中一只 值得低位吸入股票 还有很多 其实很多都是 一转了CEO 可以个股价彻底转势 转势为强势 很多股票 大家留意着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逢星期二、四 到我们美股EasyTrade节目 到时再让大家分析美股